今天咱们要来讲的是一个机器学义当中仍然是非常经典的算法叫做EM算法 这个EM算法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让期望最大化的一个算法 那么在今天这页课当中我们会涉及到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EM算法它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部分 叫做最大三人估计 然后会大家说一下我们EM算法在数学上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圆链推导 或者说怎么样进行一个证明的 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就是这样的一个EM算法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一个高斯文汇合模型 GMM咱们会做这样一个巨类的一个小例子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是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我们EM算法的一个核心这个最大三人估计 先跟大家举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最大三人估计 到底上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么比如说咱们今天去赌场了 然后在去赌场之前 其实我是不知道我到底是能不能赚钱 那怎么办呢 按照我最基本的方法 我蹲在赌场门口 然后里边出来一个人 我就问他哥们你是陪赖赚了 他告诉我赚了 那我可能认为这个人是赚了 然后我就是一个人 可能他的说服力是不太强的吧 然后我们多观察几个样本 我一共在门口赌了五个人 其中五个人都告诉我他们都说他们赚钱了 那我会怎么认为 我会认为这个赌场他赚钱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观测到了一些样本 这个样本普遍表达出来的一个状态都是赚钱了 那我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赚钱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总的来说咱们这个极大自然估计 它是或者说这个最大自然估计 它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就是当我不知道一个赌场会赚钱不赚钱 赚钱不赚钱 可以看出来它是我们赌场的有一个内在的分布 这个分布当中有一个参数来控制着 他能不能赚钱 然后我通过观察这个赌场当中的每一个样本 通过这个样本的一个分布来去猜测一下 什么样的参数能够最符合赌场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那么这个就是我其他自然估计要做的一件事 说白了就是要用我的样本进行我参数估计的一个统计学的方法 那这里如果说咱们再给他说的专业一点 就是已知什么 已知我们样本是分布于某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当中可能有一些参数我们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它符合一个正在分布 符合咱们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高次分布 那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它的一个均值和方差 然后我既然想求咱们这个模型的一个参数 我就可以通过观察样本当中的 就是观察这个分布当中 属于这个分布当中一系列的样本 比如说赌场当中的罪悟人 都是属于赌场的一个分布吧 观察的样本 通过样本的一种表现的状态 来去求解模型的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三人估计 那最大三人估计当中的最大又是表示什么 最大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我观察出来这些样本 我要看一下什么样的模型参数 比如说这个模型参数是Cit 什么样的Cit能够使得我观测出来的样本 恰好是我就是手里拿出来的这些样本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参数能够正好符合观测样本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这个就是我极大三人估计 说白了根据我的样本反推我的一个参数估计 这就是极大三人估计 它就是从原理来说 大概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我把它稍微转化成一个数学问题 一个数学问题 咱们来说一个稍微贴合实际的 在这里我取了100个同学 然后取的是同学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属性 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 在我的样本级大S当中有很多个小S吧 X1 X2一直到小XN N是等于100 一共有100个人的一个身高数据 然后我现在我要观测什么 我现在我要观察的就是说 这100个人当中肯定是符合某种分布吧 最正常的就是它符合这样的一个高斯分布 然后中间的人它是比较少 这个高斯分布应该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高斯分布 可能它是有自身的一个均值 然后它有自身的一个标准差 可能没准是这个样子 这个高斯分布可能是这个样子 中间一个均值可能来说是一个1米7 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差 组成了这样一个高斯分布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斯分布来说 我是不是我的分布它有一个参 有两个参数组成的 SET当中比如说是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的一个均值 一个是我的一个标准差 那对于我这样一个均值和这样的一个方差来说 什么样的均值和什么样的方差组成的这个分布 能够使得我恰好抽出来 这100名学生它的概率越大呢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C的参数 能够使得我抽样完了之后 恰好是这100个同学 它的概率是最大的 这个就是我最大自然估计要做的一件事 我们来看给它转换成了一个概率吧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让这个概率越高越好吗 为什么要让这个概率越高越好啊 因为我这个样本集 我通过抽样的时候 我抽出来的这100个学生啊 这100个学生就是我抽样 我是经过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随机的抽样嘛 那在我抽样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的一个参数 应该是符合我的一个抽样的规则吧 所以说啊 我的一个参数啊 要跟我的一个抽样样本集太阳对应上 怎么对应上呢 它俩对应关系是越大越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自然估计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的C的啊 就是我服从我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高次分布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均值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差 然后呢 这块还有一个假设 就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 独立同分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抽第一个人跟我抽第二人是没关系的 我第一次抽了X1这个样本 那我第一次抽了X1 它会影响我第二次抽X2吗 在这里啊 我们先认为它是不会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样本集啊 抽到这100个男生的概率啊 他们都是一个独立啊 并且具有相同的分布的 那我现在要问就是 我都要同时抽到这100个男生的一个概率是有多大呢 那这回啊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成绩吧 也就是说我第一次啊 抽到了X1 第二次抽到了X2 第三次抽到X3 把他们抽到的概率啊 各自的给它成绩在一起 PX1乘PS2一直乘到PS3乘到一起 就是啊 我同时抽取到这100个男生 他们的一个概率了 因为我是一个独立的 所以说啊 我给他们各自相乘 因为同分布 所以我们能让他们各自相乘 这个啊 就是独立同分布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这里呢 咱们就来看吧 现在啊 我要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我并不是说啊 在我自压三规当中 我是单独的看每一个学生 还是去看这样一个整体呢 其实啊 在这里我们观察的并不是单个 比如说X1 X2 一直到X3 我们关注的啊 并不是其中的某一个值 而是咱们这次抽样 抽取到这样100个学生 他身高分布的一个总体 我们是要把它啊 进行一个总体对待 那进行一个总体对待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该写上什么样 我们应该写成一个累成盒吧 这是一个累成的标志 i同一到n 然后我的一个P XI 在我的一个参数 c在上 这是我正常情况下 应该写成的一个式子吧 也就是是啊 要把它进行一个累成 但是呢 大家观察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对于我求解来说 因为我要求解的时候 经常会求偏导吧 那对于一个累成来说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偏导是很难很难计算的吧 成法我们很难求 那么为了使得我们成法 就是为了使得我们这个式子 可以求解 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样一个 对它四然的估计啊 转换成一个对数四然估计 为什么要转对数四然啊 这里再给大家练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说啊 我们有一边一个 有一个log啊 里边是一个A乘B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我的一个logA 再加上一个logB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 我可以把对数里边的一个乘法啊 转换成它的一个加法 那这里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取一个log自然 加上一个log之后啊 我们求解的一个极大值 或者说求解 就是当我们加上一个log之后啊 我们要求这样一个最大值 它的一个位置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呢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只是加上了这样一个log函数啊 没有对我的一个内部 做一些任何的改变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可以把原式加上 在前面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数自然 加上一个对数 咱们来看吧 log里边是它的一个累成 那我里边是累成 那显然 我可以把log提到里边去 累成变成什么 累成就变成了一个累加 外面是一个累加 里边呢 就是一个log啊 x 也就是说logx1 加logx2 加加logx3 那转化成我的一个标准形式之后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对数 最大自然函数 在我这里 我加上了一个小Lsd 表示我的一个小对数自然 里边呢 我们来看i从1到m 表示着我们有m的样本 里边呢是log什么 log我的一个对数自然的一个估计 那所以说啊 咱们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我是把一个乘法转换成了一个加法 咱们要求解目标啊 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还是要求解出来 什么样的一个参数Sd 能够使得啊 我当前这批样本 它的一个概率是最大的呢 这个说白了啊 就是要进行我们一个Sd 参数的估计了 那这回啊 我们该怎么去做啊 跟机之前的想法一样 咱们要就是有样要抽样吧 比如说 我已知某个随机样本啊 它是否则符合咱们这组分布的 然后呢 我就进行若干次实验 推断一下啊 什么样的Sd 能够使得哎呀 最满足于啊 最符合于我的一个实验结果 这个就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